搭乘台铁新型区间车EMU900 如果发现手机或是其他电子产品没有电的时候 很多人可能都想靠着前方的插座来紧急应急 但提醒您万万不可 否则恐怕就是跟自己的荷包货不去 不是有电却怕乘客用 台铁解释列车行驶中需不断通过中性区间 导致插座电源经常瞬间断电及复电 跟日常充电时反复插拔插头 对3C产品造成伤害是同样道理 旅客的3C设备若在这里充电可能因此受损 手机坏掉比较贵 电没有了还好 行动电源 记得会准备带着就对了 对 不敢 为什么 因为手机坏掉 我现在还知道 因为我很少搭火车 不说还真的不知道 其实火车上的插座包含菊光 复兴号及普悠马等列车 车厢内插座电源都是提供工作人员使用 旅客随意用还可能构成窃电罪 只有新城际列车EMU3000能符合需求 提供三孔110伏特插座和USB插槽 可以提供旅客使用 台帖表示都会在插座及USB插孔上方贴上中英语警示 虽然保护盖轻轻一拨就能打开 民众如果无视警告先用再说 万一造成3C电器坏掉 损失的还是自己 静新闻曹生陈胜义采访报道 立刻下载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静善静美 静好新闻